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是为了选举的考量 但不可忽视的就是说 其实疫情对于经济活动 还是会有很明显 甚至相对长远的影响 所以原先对于解封之后的一个高度预期 现在也开始出现 至少在股市的反应之上的话 也开始出现一些 开始比较摇摆的一个状态 就是对于解封之后 整个的经济活动 那会不会是比较有长足性的一个 长远性的一个影响 目前看起来是的 那也反映在最近一周来看的话 那其实最近一周 就SNP500来看 大概就是在3100点上下做震荡 但内股轮动又再度出现了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时候 事实上是一些受到疫情 创伤最重的肋骨族群 例如像是观光航空 这些相对非常低机器 消费非常低机器 然后受到疫情的冲击最大的肋骨族群 在引领大盘 那当时其实是科技肋骨出现了 稍微涨幅落后于这些肋骨的状态 那最近一周 我们就看到整个状况开始翻转过来 也就是受到疫情冲击 比较直接的肋骨族群 目前开始就是休息 甚至是比较明显的回档 那相对起来的话 科技类股还是维持 就再度维持相对强势 所以就整个大结构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目前还没有出现 一个非常结构性的破坏 所以我们目前并不会 轻易的去看控市场 只是在接下来一到两个礼拜 那投资人要特别的关注 那本周老实讲 经济数据并不多 那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本周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狭幅的增浪空间 也就是说以S&P来看 大概就13100点上下100多点的一个增浪幅度 可能性比较大 那像进入7月份的时候 就会比较关键 因为7月份第一周 各国包含美国在内的PMI数据都要公布 然后接下来又有很多的一些重量级的经济数据 甚至包含了就业相关数据都会陆续的出容 所以投资人就会关心 那毕竟是要公布6月份的数据 已经解封一个多月 所以就要看到说经济解封之后 实质的一个经济活动的回复状况有多少 那假设当时的一个市场氛围还是整个 疫情还是继续的延烧 然后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还是延续的话 那不排除美股会有进一步回挡的一个可能性 那下方的一个支撑 那如同上次跟各位报告过大概就是2700点到2900点这样 所以S&P指数来看 2700点的话其实是有一成的距离现在 就以现在3100点左右大概就是300点 就是大概一成左右的空间 那如果是2900点的话 大概就是6%左右 所以投资人大概就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就是经济数据或是整个疫情再度爆发的话 大概就会有大概6到10%的回挡空间出现 那这个回挡的这个最关键时刻就在这一两个礼拜了 应该会是在7月的上半月 比较容易可能出现 所以是下个礼拜 下礼拜开始 下礼拜三开始吗 下礼拜三进入7月份了 但这个礼拜就如前面讲的 就是经济数据其实并不多了 所以整个盘势大概还是就随着一些消息面因素做上下的摆当 其实上周就蛮明显的就是消息面主导盘势 而不是经济数据在推动 但目前我们并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对市场比较悲观的情绪 或者比较悲观看法 主要还是我们认为说联准会在过去这段时间的表态是非常明确的 那事实上一周之前其实一度S&P500是回处大概月线跟年线的位置 那随即就是联准会就提出说他会去买还有就高收益的单一的财卷 就现在联准会最怕股市跌了 股市只要一跌他就想尽办法从他的那个政策摆宝箱当中 找一个出来看看能不能够就止住跌市 那联准会这样的一个做法老实讲还是有他的一个背后的理由存在 也就是说毕竟股市还是会有他的所谓的财富效果出现 那现在实质基本面已经非常的脆弱 那假设说这种可以带来所谓的财富效果的金融市场在崩坏的话 事实上对美国经济就会雪上加霜 所以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联准会是有政治的考量 但是从实体的经济角度来看的话 他的确有稳住金融市场的必要性存在 所以现在大家在比赛 比赛什么呢 比赛就是联准会所下的这个药 所吹出来的这个泡沫 他要在他消除之前实体经济要赶快跟上 万一在他实体经济还没有跟上 这个泡沫就消了之后 那问题就会很严重 因为市场其实就已经很恐慌了 所以接下来其实包含美国在内 其实各国要开始去酝酿的就是除了这些货币工具之后 还有没有其他的财政扩张的工具可以去使用 有吗 那就川普政府来说的话 其实他有在酝酿就是要推出基础建设 但是美国的一个负债状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所以目前我们的评估说 这样的一个扩大财政支出的状态 可能不会非常容易的通过 那现在甚至不是民族党内反对 反对是共和党内有一些杂音认为说 在高度负债的状况之下 还要再去举债来扩大基础建设的话 或者扩大其他财政支出的话 也许对于美国参与人结构是不是这么有利 那从现在开始 所以如果各国其实没有办法 用财政赤字的方式 然后来支持这整个的经济继续的往上冲的话 那这个上升的速度恐怕不会有那么快 我们就很有可能看到 吹了十几年的泡沫 有要泡沫破掉的可能性存在 它随时存在 只是你们判断不会在这一两个礼拜就是了 我们不认为会在这一两个礼拜就泡沫破掉 甚至到大选之前 我们都不认为会有这么大的可能性会破掉 那毕竟想赢的川普是最可怕的 好 所以呢 在未来这五六个月的期间 如果因为选举的因素 而能够撑住这个泡沫的话呢 倒是一个可以撑住的一个点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去注意 就是说它的这个经济跟基本面跟不上的这个问题 大得有多快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康河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亦婷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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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s 好 谢谢 谢谢 香港 Basic